体检中,若不幸被查出血脂偏高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下什么都不能吃了,要借口吃素了。 然而,高血脂患者,真的只能当苦行僧,天天以蔬菜水果饱腹,即使吃了素,就真的能把血脂降下来。 激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血管内科郭军主任表示,吃素的确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血脂异常,在回归到现实生活中,天天吃素患者难以坚持不说,也并不一定能够使血脂降下来,海鲜、肉类、零食只要选择得当。 高血脂患者不但可以安心享用,还能轻轻松松讲血脂,女子吃素多年,却体检发现低密度脂蛋白亮红灯王女士坚持吃素多年,可是最近却在体检中被查出低密度脂蛋白超标,有患高血脂的风险。 体检医生认为是她平时三餐吃得太油腻,建议尽量少吃肉多吃菜。 这让王女士极为郁闷,自己明明是素食主义者,怎么会有高血脂? 医生是不是弄错了? 其实,医学上从来没有把素食与血脂正常化一个等号。 当你认为自己饮食健康,却有高血脂的风险时,往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。 肥胖,在你每天合理健康的饮食下,体重是不是不减反增,甚至达到非胖的标准,这表示虽然油腻食物吃得不多,但其他高能量食物进食过多,而活动量又少,导致了总能量超过了机体的需要,最终引起非胖的发生。 而肥胖最终会影响脂肪代谢,诱发高血,吃,摄入高能量食物,素食并不代表能量低,猪食中的米、面、面包、饼干都是高能量食物。 此外,零食中的坚果类、牛奶、饮料、烹调油也在其中,B族维生素缺乏,人体B族维生素缺乏,会引发脂肪代谢温暖。 而平时在日常饮食中,多存在于奶、蛋、动物肝脏和鱼中,素食者会因摄入不足,而导致血脂异常。 高血脂患者日常一天应该怎么吃,这也不能吃,那也不能吃的高血脂患者,究竟一天应该如何合理饮食,在满足口服的同时还能控制好血脂。 郭军主任建议,主食,每天只少三两米饭,一般健康人群的主食,应保持在四到八两左右,但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,量要稍减,但不要少于三两米饭,不吃更是不可取,因为这是保证自己大脑正常运作所必须的能量来源之一。 肉,可多于肉或去皮的白肉,对于食肉主义的患者来说,肉并非高血脂患者的禁忌,但要有所选择,比如可多吃鱼,三文鱼,鲤鱼都可,三文鱼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,能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脂的水平,提升高密度质蛋白,鲤鱼能帮助清除血管中的垃圾,其类则应可选择白肉,但记得一定要去皮, 例如鸡肉,红肉中的猪,牛,羊,不要吃,海蟹类可可以选择扇贝,棒类,含胆固醇比较低,虾,蟹,鲜,鱿鱼可最好少吃,菜,具有酱汁作用的蔬菜,有西红柿,芹菜,南瓜,海带,黑木耳,香菇,大蒜,大葱等,可多在餐桌上出现,拌两油,你是否注意过自己做菜时所用的油? 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,建议使用植物性油脂,尤其是茶籽油,茶籽油是所有植物油中,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少的,少吃动物性脂肪,豆制品,豆类食物富含卵磷脂,是高密度质蛋白的主要成分,能够恢复血管的弹性。 高血脂患者可多吃,与黄豆相比,可适当吃点黑豆,营养价值更高,多喝水。 高血脂患者一定要注意补水,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时,晚上睡觉前和夜间,不仅可以及时地稀释粘稠的血液,还能够降低血脂,避免斑块的形成,饮食禁忌,蛋糕,披萨,薯条,爆米花,因为含有泛式脂肪酸,堆血管有害。 感谢观看